紐芬蘭島中部地區的臨火面積繼續擴大 通往南部一個半島的高速公路 在關閉數天後今日重開 唐紀南的報導 紐芬蘭島中部大部分地區的緊急狀態令 仍然生後 兩場主要臨火的面積繼續蔓延 其中位於Grand Falls Windsor的臨火面積 一晚之間擴大一半以上 不過省府宣布 今天重開通往南部一個半島的唯一高速公路 已經開始陸續向被困的居民 運送食物和必要用品 吳當局說 因為雨量比如其多 通向轉變也夠慢 再加上消防人員的滅火策略 得以控制火勢 預計能在今日之內 順利讓最多8部運送物資的貨車通過高速公路 當局昨天原本計劃以直升機運送相關的物資 但由於暴雨和臨火導致煙霧離民 令行動最終告吹 兩場臨火由7月24日開始燃燒 至今已進入第三個星期 有明天 祝 Max